第三十五章 古神废墟 那家 私庸杀气中的下人 低沉道 灭杀他们没有任何用处 而且 纳克父亲可以作儿 师父 你的意思是 子依女子眼睛一亮 纳克的父亲 不要杀 其他全部杀光 私庸弹摸道 将纳克父亲控制在我们的监视中 说不定 将来纳克或者是那个凶手疯会出现 是 子依女子恭敬应命连退去 私庸目光扫过眼前 周围数公里范围内一片废墟 惨叫声痛哭声一片 可是私庸却是面无表情 这次 他的确是丢大脸了 死了两个徒弟 死了特使 而且是在他的地盘 哼 私庸脸色更加阴沉 疯 你实力这么强 不可能永远默默无闻 一旦你出现在血落大陆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我知道 我就会让你明白杀我私庸徒弟的后果 血落大陆外的虚空中 机械族飞船以惊人的速度 在朝古神废墟方向前进 在这赶路的两个多月中 罗峰或是在太初区中听一些不朽门讲课 或是埋头餐物 就与混沌碑 飘雪 时空随笔 或者是回黑龙山岛屿见妻子儿子兄弟 日子过得充实而又自在 主人 现在已经抵达目标区域 飞船的修炼室中 飞船智能声音响起 哈哈 总算到了 盘膝静坐宛如雕塑的罗峰猛地睁眼 不由笑了起来 化作一道残影 直接冲了出去 古神废墟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不进古神废墟 我这第二颗血落精什么时候能融合 罗峰穿着一身银白色战甲战靴 直接从舱门口飞了出去 换银白色战甲战靴 那也是为了谨慎烟岗成一役 黑甲舞者恐怕会被有心人知道 当然 古神废墟距离烟岗城极其遥远 且古神废墟是个废墟之地 倒也不必太担心 错 罗峰从虚空中 直接飞扑进入云气层中 再一次进入血落大陆 天石宫 悬浮在虚空中的一座巨大宫殿 专门是为了监视血落大陆而设置 在天石宫第一层的偏殿中 正有一巨大屏幕 屏幕上正播放着罗峰飞进血落大陆的场景 哈哈 这位罗峰殿下也去古神废墟了 还真是够有胆色啊 十余名富贵监视整个血落大陆动静的戒主们正在谈笑着 大家都认真点 如果我们这位罗峰殿下遇到什么敌人 乘坐他那艘机械族飞船逃出云层 有什么土著胆敢追出来必须第一时间击杀 明白 这当然知道 不过那股神废墟是血落大陆最重要也最危险的地方 当年我们虚拟宇宙公司据说在那就死了很多不朽存在 而且那地方非常怪罗峰殿下去了那 很危险啊 他选择的危险级任务也被逼他去古神废墟啊 入伍是自己选的 我们虚拟宇宙公司不会强迫人干什么 不过就算在天才 既然他选择去古神废墟 我们就看着吧 富贵险中求 虽然这样很危险 可是如果在古神废墟中有所成就 那成就也不小 嗯 古神废墟是很神奇 血落经也很神奇 一样借主们交谈着 而整个血落世界的云层外虚空 一律都在他们的坚实之中 云气弥漫 宛如仙境 穿着银色战甲 脚踏银色战靴 穿越云雾朝下方飞行 嗯 罗峰脸色一变 下面应该才是第十五层云雾 怎么会是血红色的云雾 下方无边无际的云雾 竟然全部是血红色的 就仿佛无尽的血海在翻滚 那可怕的无形的煞气让人心悸 顾不得多少 罗峰还是直接往下冲 当冲进那血红色云雾中时 顿时感到一股特殊气息在影响自己 骚动 自己的心在骚动 仿佛有一种杀戮的欲望 竟然让人充满杀戮欲望 不过和金角巨兽那天生嗜血杀戮相比还差得远 罗峰的星河等坚定 根本不为所动 继续不断朝下面俯冲 一层又一层血红色的云雾被冲开 终于冲破最后一层云雾 俯看下方 无限的山脉 荒原 沼泽等各种环境 只是这种地理环境都很诡异 像山脉 整个仿佛被削掉一层 或是某处被斩断 那些荒原上还能看到一个个有规律的超级大坑 每个大坑估摸有数百公里直径 一个大坑 接一个大坑 就仿佛某个超级巨兽的脚印 最重要的是 下方所有区域都有着淡淡的薄雾 红色的薄雾 因为这种红色薄雾的关系 距离太远的话 根本看不清 古神废墟嘛 看着乱七八糟的环境 的确是废墟 罗峰迅速俯冲 古神废墟 直径数千亿公里 一个大的匪夷所思的地方 地球扔到古神废墟上 就比一滴水扔到长江黄河里的 光秃秃的地面上 隐隐能看到一些白骨 啪 罗峰从天而降 银色战靴踩在一柄残缺的剑上 眉头皱得很深 这就是煞气 罗峰感觉到无形的力量 在不停地中祸自己的内心 同时另外一种奇异之力 在钻入自己身体皮肤进入身体 这种奇异之力 不管是用原能还是念力 都无法阻拦 他们会钻透进身体 然后又钻出身体 将人够身体当成空气 肆意穿梭来回 而在这过程中 人的身体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煞气 不对啊 宇宙中所谓的煞气 那是纯粹精神层面上的 一个人的凶悍嗜血杀戮 令他的眼神充满煞气等等 可是这煞气不单单是精神层面上的中祸 而且还影响到身体 罗峰无比确定 自己的身体在缓缓发生着一些 自己根本不懂的变化 也是血落大陆土著们认为 受煞气侵袭会更加能融合 血落精的一种变化 至少我可以确认 这种变化是有处的 否则虚拟宇宙公司给我们的任务危险级任务中 不会将成为血污者定成第二任务 还给予十万积分的高额奖励 公司显然是 希望我们成为血污者 罗峰确信 这变化是有意的变化 刷 罗峰一步迈出 已经是数十公里外 在这茫茫古神废墟中 罗峰开始这种惊人速度的行走 感受骨神废墟带给自己的变化 这里煞气浓一点 这里煞气淡一点 煞气浓 对精神中祸更强 同时身体提高速度 似乎更快 罗峰已经察觉 煞气应该是提高了 人体细胞的某一个特质 煞气淡 中祸也变弱 身体变化也慢 我要节约时间 所以得寻找一个煞气够浓郁的地方 罗峰迅速腾空而起 飞到高空当中 开始摇看四周 辨别煞气强弱很容易 只要看某区域的红雾 是浓还是淡即可 大多数区域仅仅是薄雾 有些区域红色雾气更浓一点 罗峰寻找了大约半个小时后 正在一座超大型古老山脉中寻找 那里 罗峰眼睛一亮 山脉远处一片森林的红色煞气明显浓的惊人 错 罗峰小心翼翼地飞过去 注意四周有无其他人 书籍中描述 进入古神废墟的强者是有很多的 而自己却一个没看到 估计大家都一个心思 进入煞气浓郁的地方 这样同样时间进步更大 没人 罗峰窜进那浓郁区域 这感觉好爽 罗峰感觉到仿佛无数的水滴 滋润自己每一颗细胞似的 浓郁的煞气从自己身体内飘过 身体就发现了一次明显的变化 因为太明显 所以感觉格外的清晰 就是身体细胞最深处 甚至可以说是构成身体最本源基因的变化 仿佛破茧成蝶般的蜕变 煞 无尽的杀戮意志冲入罗峰的灵魂当中 并且因为身体的缓缓蜕变 令大量的杀戮意志直接开始潜伏到罗峰身体深处去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都会和罗峰灵魂融入一体 意志差的人甚至于会疯掉 就算意志强的人也会成为试杀之人 惊人的杀戮意志 罗峰站在一棵粗壮大树旁 默默站着 那无尽的杀戮不断充斥自己尸海 比融合第一颗血落筋还要强 显然煞气浓郁的地方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大哥二哥说过 欲是各种欲望强烈之地 欲是磨炼内心的机会 这杀戮之欲中祸下也更能磨力我心 罗峰盘息而坐坐在这棵树下 刷 一道鬼魅幻影在远处浓郁煞气中一闪而逝 随即就到了罗峰身前 一道刺眼见光直接刺向罗峰投颅 刷 周围瞬间出现上百个罗峰换身 哄 罗峰身后的粗壮大树 瞬间爆炸成无数碎片 朝四周迸射开去 一时间周围的古树 或是轰然倒塌 或是粗壮树枝断落 一片轰然巨响 竟然偷袭我 找死 罗峰双眸怒争 一声咆哮 手中出现一柄血影战刀 直接杀向那道突然出现的鬼魅幻影